夜間的一個珊瑚礁的形態 夜間的啊 夜間的 你看我們待會兒會看到 你看這邊有一個鷹鴿魚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綠色的鷹鴿魚 它到晚上的時候 它到晚上的時候 它就會用那個 塗一些黏液 把它自己包起來 讓它的味道不讓 它的獵食者把它吃掉 那你看同樣一個珊瑚礁 白天的魚晚上來這邊睡覺 然後晚上的魚就晚上出來覓食 所以它等於是同一棟公寓一個床 可以白天跟晚上不同的魚來睡 好有趣喔 分珠喔 因為一般來講有深海珊瑚 像寶石的珊瑚就是比較深海的 像一般來講我們通常珊瑚是比較淺海的 比較淺海的 它一隻那個什麼魚 我印象很深刻 藍色 上次有一隻很大的被抓去吃掉 那也是鷹鴿魚 鷹鴿魚 它只是比這大魚 這也是鷹鴿魚 有點藍藍的那個 對對對 其實它有些還有一點紅紅的也有 上次有一隻在 在藍魚還是在墾丁的海裡 就跟那個潛水的都在玩的 然後被發現不見了 然後就在藍魚的某個餐廳 秀出它的圖片 就是被吃掉 被吃掉 被拔得要命 那是很過分 那是在玩的 就是鷹鴿魚 那隻已經跟那個潛水的都已經玩在一起 對 他們都知道有這麼一隻大魚在 結果很不幸 竟然被那個魚 像這個的話呢 就很像鰻魚 對不對 對 他們說你不要看它這樣子 還秀出來 你的手過去 手指都被咬掉 哪一個 他們是說珊瑚礁的柴狼 像這個鰻魚 這個 那個 馬子那麼利 對 所以在海裡面 有些是有毒的 有些是有危險性的 所以那些在拍海底生物的人 其實常常都是有危險的 所以這些拍自然生態的 那些都很想的 常常 上次不是澳洲先生的故事就死掉了 對 被人轟 他到路的方向去就被轟掉 尾巴 對 四身就死掉 他現在就是 對 他平常都很強啊 什麼都敢抓鱗魚也敢的 對啊 怎麼被那個軟軟的 你說一下 這邊的魚 他的眼睛比較大 有沒有 對啊 蠻大的 那麼小 所以他的晚上時候還可以透點光 他有眼睛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但再更深一點的話 眼睛就沒有用了 因為到深海的話 幾乎都是黑的 看不到 可是你剛剛說有魚光 對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 深海裡常常都會有 都會有光 以前這邊台北館今天展覽一個特展 就講深海的世界 你知道嗎 在那個深海的熱泉 就是海裡面不是有火山爆發嗎 海裡面有火山爆發 也有生物 那個生物呢 可以超過100度 都可以火 然後那邊的生物吃什麼呢 吃硫磺 因為噴發出來就是硫磺最多 結果那邊的生物 因為他身體裡面有一種 有一種東西 應該是菌類的 把那個硫磺變成它的營養 然後又發現到另外一個 在海裡面也有湖 什麼叫海中湖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它的鹽分 比一般的海的濃度還要高 就變成海中湖 然後那邊吃什麼呢 那邊吃甲腕 甲腕 甲腕不是都有毒的嗎 它同樣的 它也是一樣 它身體有那種菌 把這個有毒的物質 就轉換起來 它可以吸收營養 所以大自然裡面 很多了不起的 然後我看了這些生物 在看很多展之後 才發現到說 我們地球並不是 一開始就有氧氣 實在到剛開始地球 都是火啊 幾千度的火啊 假如有氧氣 也都早就燃燒光了 對不對 所以剛開始是沒有氧氣的 所以生物 所以生物根本就不能上岸 因為完全沒有臭氧層 我們平常呼吸的是兩個氧原子 對不對 那臭氧層是三個氧原子 沒有氧根本就沒有臭氧層 所以所有生物都不能上岸 所以最早的生物都在海內裡 所以最早的生物都在海內裡 那等到有臭氧層 有了氧氣之後 生物才上岸 但是在沒有氧氣之前 所以假如那時候有生物的話 那時候就是燃氧的生物 那時候就是燃氧的生物 燃氧的生物 好燃 不要燃 不要燃氧 不要燃氧的生物 好好好 一定是有的 對 對 後來是哪里來 就發展出藻類啊 藻類然後光合作用 藻類就可以行光合作用 然後就開始 然後就飛一長久 非常久 非常久 才會吸氣氣的這個氧氣 對 我們現在發現 最早的藻類是 三十八一 九十一 九十一 九十一喔 九十一還能來國務館 從去都是 一定要來 我們還要再辦 我們還要辦 九十一歲還要辦同學會 唉 怎麼可以九十一歲不來 廚師館 萬用 對 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可以的人去你家推 好 這邊是山胡椒魚類 是白天的